其实欧巴马这次胜出啊 大家说其实他的挑战还蛮险劲的 因为主要呢 他也是二次大战之后 第一位呢 在这个失业率超过了7.4% 然后连任总统的人 所以未来呢 他面临的有这失业率的挑战 还有目前呢 两党分掌国会两院 党派之争 未来势必还会呈现一个拉锯